哈囉各位晚安我是博勝 那博勝今天要幫各位介紹這台是Vios雅致版的 那我們要從 駕駛座這邊的中控台開始幫各位介紹 那我們現在看到中控台的話 我們前方可以看得到這個是我們的 後視鏡 後視鏡的鏡片的轉軸 我們只要切左邊之後 就可以調整我們的後視鏡 那我把電源 插上去 打開電源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切左邊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鏡子 我們現在往外推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鏡子 他現在往外推的往裡面推了 包括上 下 都是一樣在這裡做調整左邊 右邊 上面 下面 那切到中間我們的後視鏡就不會動了 然後切到最右邊的話一樣可以調整我們的十字軸 右邊 左邊 上方 下方 這是調整我們後視鏡的鏡片的部分 那調好之後你可以切到中間 他就不會動了 那如果你需要調整 切左邊跟右邊 那再過來這邊可以看到我們中控鎖 我們上鎖的時候我們的中控鎖就會 紅色就會看不到 就是上鎖 然後開鎖 鎖門跟開門 然後壓下去的話 這三個窗戶 我們的駕駛座的旁邊 乘客座跟後方的窗戶 這個會鎖起來 駕駛座有寫一個A 他就是one touch 兩秒鐘會降下來 兩秒鐘會升上來 前兩窗跟後兩窗的一個開關 鎖門跟開門 還有鎖窗戶的部分 那再壓一下平整的話 四個窗戶都可以直接 操控 那我們的後視鏡的調整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駕駛座 經典版 不是經典版 我們這台車是雅置版的 雅置版的 那他的 駕駛座旁邊的中控台的一個 設定的部分 那在這邊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博勝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那如果覺得影片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晚安了 拜拜